五一假期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相聚在福建厦门 逛文创市集品特色美食 看飞翼展眼听动感歌会 解锁滨海旅游的新玩法 那详细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陈庚 陈庚你好 跟我们分享一下今年五一期间厦门的新玩法 好的蝴蝶 那么现在我所处的位置就是厦门市斯明区 黄错海滩的叶峰寨景区 那么在我们的身后呢 大家可以看到有大片的沙滩和长长的海岸线 人们呢在这边是尽情的玩乐 那么我们也看到有的是亲子互动在一起挖沙子 那么也有的是大家全家一起在这边野餐露营 那么还有一些年轻的情侣在这边拍照打卡 当然了也有一些人呢是相约骑行漫步 来尽情沉醉在椰峰海运里 那么其实像这样的场景呢 在厦门数十公里长的厦门环岛路上是随处可见的 因为呢当时在修建环岛路的时候 当地就秉持了领海建海 把最美的沙滩留给百姓的这个宗旨 所以呢目前整个厦门环岛路沿线啊 其实大部分都是这种开放性的旅游休闲景区 那么我也了解到呢 假期头两天 厦门全市的旅游这个游客量呢 已经超过了160万人次 而昨天呢厦门全市的酒店客房的入路率 也已经超过了80% 那在亲近大自然的同时呢 如果能够同时有逛有玩还有吃 当然这种感受就更好了 那其实在我的正前方呢 一场汇集了40多个摊位的两岸这个青年文创市集呢 就正在火儿的举行中 那么它也是涵盖了包括像手作 咖啡 美食 还有这个露营 以及电音巡游等等 一些丰富的内容和这个潮玩项目 那另外呢 五一期间呢 它每天都会开放到晚上 另外呢 我也了解到了像这个青创 赤集呢 它也会延续到国庆以后 那么同时呢 它的摊位也是适时的更新 那其实呢 在这个海风和涛声里边听听音乐 也已经成为很多青年游客的这个青头号 那么在厦门的海湾公园呢 像类似这种海风音乐会的街头展演 以及敏开飞移这种快闪的这种展演 和全民优秀歌手的展演等等轮番上演 也是让游客啊 邂逅了一场音乐与海风碰撞的超级派对 另外呢 来厦门怎么会不能 怎么能不体验一下这个海上游的独特魅力呢 其实呢 这两天我们也了解到像 陆江夜游等等一些主题航线呢 人气就非常旺 那么不仅融合了 像是沿途非常绝美的风景讲解 同时呢 也汇集了很多非常丰富的表演互动 以及琳琅满目的美食和这个文创的体验 那此外呢 其实一些小众的景点 在厦门这两天也是非常受欢迎的 比如说像厦门四名区黄厕社区的这个系统下 它呢 是距离在厦门岛内啊 距离海边最近的一个村庄 它的地形呢是居高临下 观海位置绝佳 而且拥有大片的沙滩和海滩 所以呢 最近呢也是有很多游客在这边拍照打卡 另外当地也是因地制宜啊 发展特色的爱情小镇 那么也是汇集了像婚纱摄影机构 以及这个特色的民宿 还有咖啡厅酒吧等等一系列的文创产业链 那为了更好的欢迎更多的游客来到厦门 我们也了解到厦门其实也推出了十项的这种 汇民的便民的举措 包括像开放一些增加更多的公交专线 以及免费的驳车和免费的停车位 同时呢针对外地自驾游客来厦门 因为不熟悉这个道路环境 而造成了一些轻微的交通违规呢 也是以教育劝导为主 那么等等的采取这些措施呢 也是希望能够让来厦门的游客 收获一段难忘的旅程 好的蝴蝶 我在现场的情况就是这些